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集 9月11日 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卢凯斯克村 发现了一个俄罗斯军队和生产商的无人机基地 该基地部署大批的扎拉和柳叶刀自杀无人机 乌军的海马斯对这个基地进行了精准的教学模式 现场然然升起巨大的蘑菇云 柳叶刀无人机拥有极高的杀伤精度和突防能力 被视为乌克兰炮兵最凶险的杀手 这也是对乌克兰战场目标威胁最大的俄军无人机 相比而言 伊朗的那些小模特 现在已经无法构成对乌军的威胁 俄罗斯一直称赞刘叶刀是有效打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神兵利器 不过 这款神兵利器可不是俄罗斯自己研制的 而是对以色列英雄400自杀无人机的仿制产品 但其效力确实大大超过了美国给乌克兰的弹簧刀和凤凰幽灵等巡飞弹 这种巡飞弹能够有效突破乌军的电子干扰 乌军给火炮设置的防护网也难以应对这种无人机 而防空系统对这种无人机也作用不大 而摧毁这种无人机的基地 之前一直是乌克兰想做而不可得的 这次终于得偿索约 海老师的这次上课不知道为前线的多少乌克兰炮兵和装甲车辆 解除了后顾之忧 继续开干吧 在蛇岛附近 乌克兰防空系统击录了俄军价值约600万美元的前哨无人机 前哨可在空中停留长达18小时进行侦查 可以用激光照射目标以提供高精度弹药 飞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 也是目前俄军拥有的最昂贵的无人机 俄军在蛇岛附近部署这款侦查机 很明显是对该地区的乌军进行洗扰做准备 乌克兰在正面战场上的反攻持续了快三个月 根据乌军高层的说法 他们正在逐渐的调整策略 不再采取正面强攻的笨办法 而是通过炮战无人机电子战等方式 在削弱敌人有剩力量的同时 最大限度的保存实力 乌军参谋部那边还专门解释说 虽然西方国家一再希望乌克兰进行正面攻击 但乌军眼下并没有那么多的战略资源 西方承诺援助的坦克目前只有60辆部署到位 其他的还在陆上 另外乌军严重缺乏排雷工具 面对俄军的雷区直接进攻 只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说到这里 参谋还直言不讳地表示 六月的反攻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经过北约军事训练的两个旅 在雷区损失大量人员和装备 而且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现在制空权在俄罗斯这里 即便乌军付出巨大的伤亡 突破了俄军雷区 但由于缺乏空中火力的掩护 面对俄军后续的三道防线 也很难建立充分的优势 这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问题 虽然美国已经同意向乌韩提供F-16战斗机 但乌军并没有现成的飞行员 所以还要争调人手 进行专门的飞行训练 因此乌克兰就算想取回制空权 最快还有半年以后 而在此之前 乌军也不可能完全无所事事的干等 还是得在前线制造出一些动静 而采用无人机电子战这些方式 无论具体效果如何 预期伤亡肯定比正面强攻要小得多 根据最近的战场态势变化来看 乌军无人机动用的很频繁 显然是已经下定决心了 将保存军队有剩力量为首要任务 为后续的战略目标做准备 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 乌克兰开始换了个战术 更好的服务于反攻这个战略目标 不过究竟什么才算是成功的反攻 这是一个大问题 从地理上看 乌克兰的反攻很难用成功去形容 时至今日 才在东南前线正式收复了一个 千余人口的小镇 如果按照这个进展来算 完全收复失地 可能要花两年以上的时间 而且乌军还没有真正意义上 对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接触 更多时候是在雷区外围徘徊 不过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 地理上乌克兰没有明显的突破 但是从人力和物力的消耗来看 可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尤其是乌克兰开始采取远程方式 越过雷区直接打击俄军防线 面临无人机火炮的持续袭扰 俄军基本不可能避免伤亡 而且用无人机这种储备族性价比高的装备 与俄罗斯的有声力量进行交换 对乌克兰来说也是一笔十分划算的买卖 那么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俄欧冲突的走向也显得有迹可循 乌克兰和俄罗斯地处东欧平原 地理因素就决定 这里的战争一直是大进大退 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输就是大败退 止不住 一赢就是大反攻 也经常杀不住 虽然俄乌冲突 还没有到大战的程度 但复刻历史趋势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如今双方在前线的僵持态势 在历史上也多次出现 在二战期间苏联止住阵脚以后 也是经过了长期的僵持 才打破局势 从列宁格勒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都是差不多的局面 这部分俄罗斯跟乌克兰也算是共享历史记忆了 总体来看 进攻方一旦久攻不下 最终基本就是失败 现在的俄罗斯恰好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而乌克兰仍然是防守方 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理解成 乌克兰在打一场卫国战争 作为进攻方 俄军没有为了土地不惜一切代价的心态 而乌军则有必须保驾卫国的执念 现在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处于相对平衡 那么理念上的差距 最有可能成为决定冲突走向的关键因素 所以地理上的进退在这时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而且从历史上来看 前线的僵局一旦打破 战争离结束也不远了 乌克兰只要度过这个阶段 后面的反攻可能反而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 因此双方在军力和国际政治力量上的比拼才是关键 乌克兰虽然在军事力量上没有优势 但西方的援助会逐渐的落实 而且在外交上 乌克兰也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这是俄罗斯所不具备的 长此以往 这都会转化为对俄罗斯的外交压力 事实上 俄欧战争普京没赢就是输了 他动用了俄罗斯巨大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 耗时将近600天 死伤50多万人 将一场任何人都认为必赢的侵略战争 打成了这个样子 惹下了天怒人怨的霍根 现在是全世界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支持他以外 几乎90%的国家都反对他 在俄国内 他的人心也一天天的失去 支持率仅占不到30% 如果抢来的四个州和克里米亚再丢失 普京在国内就会民心吃惊 但直觉告诉人们 普京毕竟执政了23年了 他已经助劳了自己的统治根基 一般人是没法动摇他的 除非他被美西方定点清除 会被国内反对派暗算 至于国际反法西斯海牙国际法庭 对他也没奈何 最多缺席象征性审判一下 给他定个罪 俄罗斯人是不可能将普京交给他们审判的 也不可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在莫斯科红场公开嚼死 尽管有不少人想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 那么普京失败后 唯一的出路就是流亡国外 做一个政治避难客 像一些衰老的白急熊 郁郁的中老天涯 据说 普京已经有了这个秘密计划 就等那一天到来 也许不要多久就能见证吧 战略 战略